特意选了一件碎花的圣衫来回答一个可爱的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有一些可能刚刚开始看我的视频的朋友 提出了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 这个观众的留言就是这样 他说我做了一个视频关于习胖把全体中国人按在底下摩擦已经八年了 他说八年前不算是吧 共产党已经执政71年了 原来你们只反习近平不反共产党 我不知道这个结论从哪来的 我听说过有反共不反习的 但我没听说过反习不反共的 当然我也表露过一个观点 那是我刚刚到达美国的时候 应该是在南球Cocamonga的时候做的一个视频 大概的印象是 我不会为任何一个生命的消逝而喝彩 这个观点我重复表达了几年 一直到今天 就是说你今天发动军事政变 把习胖枪毙了 中国就会改变吗 有些人说我们要去 在自由的土地上敢于发声 我们要站在美国去抗议 中共对中国人的欺压 包括到中国大使馆 别说你去抗议 当然了 我支持你表达反对的声音 我只是说 这种意义呢 不是很大 为什么讲不是很大呢 你就是今天把駐美大使崔天凯 从大使馆内揪出来 拉到马路上把他枪毙了 共产党会倒台吗 我们要消灭的不是一个一个的人 而是这个制度 你今天把鞋胖枪毙了 上来的是汪洋 他说中美是夫妻关系 那要人家认啊 你这是夫妻分居呢 还是你单相思呢 那么汪洋上台以后 要是挽回不了中美关系 不能让中国重新回到 世界经贸循环中 美国剥离中国 甚至川普说的 他今后有可能会不跟中国做生意 他要是一直坚持他的观点 那你是不是把汪洋还要换下来 换谁呢 换一个新人 那他是基督徒吗 他一定还会是一个共产党员 对不对 共产党的总书记 实际上在主导着中国的未来 那么中国共产党 他作为一个执政党 你不把他推翻 不把一党独大的这种 制度推翻 你光是推翻某一个人 或者杀了某一个人 他只是换岗 制度性的独裁并没有消亡 我们一直在针对的 是这个制度 可以说 三十年前我们只有民族的意识 但是没有提出民族的主张 没有人提出军队国家化 取消一党专政 至少我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没有 我们举的牌子 我有印象的是 敬爱的周总理 你的养子不像你 这是明确针对李鹏的 针对关岛的 针对1988年 价格闯关失败 全体中国人的怒火 针对双轨制 那么要求 更加 加大力度的开放 用政治体制改革 配套经济改革 这是八十年代的主旋律 甚至当年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胡耀邦 赵紫阳 当时有可能继任的总书记 胡启力 都在支持这个观点 并且还召开过 青年学者的座谈会 那社会各界的 包括一些 包括文学作家 社会团体的法人 他们参加的座谈会 可以说 每年都要开几次 中国的八十年代 是中国唯一一次 有可能 和平转型的机会 那个时候 大家刚开始 接触到这个世界 经过长久的封闭 经过七十年代 逐渐跟外部世界 接触上 到了八十年代 各种思潮都进入了中国 那是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 最好的十年 很多人认为八九六四 枪声一响 这个进程 就终止了 很多人把它认为 是一段痛苦的记忆 不太愿意再 回想起它了 但我们可以 引以为傲的 至少有两件事 一件事 我们改变了中国 共产党 中国政府 接待国兵的礼仪 他们原来是在天安门广场 接待外国元首的 阅兵 三军 仪仗队 欢迎 八九年 我们占领了广场 在戈尔巴乔夫 走红地毯之前 学生们 就开始拉起了帐篷 我记得第一批 帐篷应该是手钢卷住的 大家不要忘了 是刚是国企 那么从接待 戈尔巴乔夫访华 他们就把迎接 国兵的礼仪 搬到了机场 直到今天 在国际上呢 在国际上 我们见到的东欧巨变 它的起源 就是1989年4月份 开始的中国的雪潮 1989年 同样是6月4号 波兰的议会 宣布 波兰 开始退出社会主义阵营 即便他第一任总统 是由前波兰人民党主席 亚鲁兹尔斯基 担任的 整个东欧巨变 社会主义阵营 一个一个的 前社会主义国家 放弃他们的主张 在这个世界上 曾经有60多个国家 实验过的社会主义 直到蒙古 宣布一致 就剩五个了 是吧 中朝越古老 那么 朝鲜后来玩了主体主义 是吧 玩了先军政治 他不再跟你玩社会主义了 他搞家天下 他甚至把中国的改革 称为中修 认为统治中国的 不是中国共产党 而是中修集团 就如同当年的中国 在文革期间 在中苏对立以后 骂苏联是 苏修一样 可以说 中国人在 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勇敢 或者说 年轻时代有很多人 曾经勇敢过 他们中间有很多人 坚持自己的理想 坚持了一辈子 但后来 有许多人改了 为什么改了呢 因为站出来反对中共这个极权 反对习胖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的人 这群人中间 掺杂了各方的势力 现在声音最大的 并不是从青年时代 就坚持理想的人 而是有许多 被中国共产党 现阶段执政的 这些派系 甩出了 政治决策层的人 他们也反共 是吧 但本质上 他们反的是 把他们甩出 决策层的 这些 既得利益阶层 他们说 他们反党 实际上呢 他们反的是党内派系 本质上 这是一场党内斗争 有许多人 原先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甚至是 中央的 政治决策层的人物 当然最主要的 应该是幕僚 是吧 真有价值的 你也出不来 但是有没有将军呢 其实有的 退役的中国将军 在西方国家 包括在我生活的城市 都有 省部级大员 就更多了 专家教授 成把抓 他们没有 对自己 过往的行为 进行忏悔 但是他们往往就能掌握 话语权 听说过 杀人放火金腰带 这就是放下屠刀 预备立地成佛的 因为他有足够的知名度 他之前在中共党内 军内有一定的职务 所以他们到达西方世界以后 他们很快就掌握了 他们告诉你他犯公 我刚来两年 很少参加政治活动 有选择性的参加 当然了 别人也在选择我 但更多的是我在选择 我不愿意为 前共军的官员 捧场 如果我不能确信 他有政治观点 我就尽可能不参加 他们的集会 不去给他们抬轿子 对吧 因为我没有看到 他们为之前的人生 向我们道歉 三十年前 共军向学生 向市民开枪的时候 他们是支持的 他们在八九年以后 还在党内 在政府内 在军内担任职务 所以我很少愿意去评论 某一个人 我更多的是愿意去 评论一些正在发生的事 以及这些事件 对未来中国的影响 原因就在这儿 我不能很直接的批评他 因为对我来说有风险 我不愿意为他们抬轿子 因为对我来说 这有亏于我的良心 当然了 很多人 会不赞成这一点 比如我女儿 她经常说 我的良心早给隔斥了 但我还是认为 我可以 很多事我可以不做的 今后我也会这样 如果你不熟悉我 我可以回答你 从青年时代 我树立的信念 没有改变过 我可能是我 初从我是蓝大附中的 我那个班是快班 74个人 我是我们班 唯一一个没有写入团申请书的 当开班会的时候 我的班主任是当年 南京129学生运动的领导人 江苏非常知名的一个音乐教育家 因为我们江苏的中学的音乐教材 是她编写的 她指的别人问我 为什么不写 入团申请书 拉全班的后腿 我告诉她 我没有梳理自己的政治信念 我不能为了良心 抄别人的作业 当我梳理了自己的政治观点 我会坚持一辈子 那年我才上初二 直到今天 我认为 我没有违背当时的诺言 所以 你提的这个问题 我认为 我可以非常鲜明地回答你 我反对的是这个强权 不限于某一个领导人 我甚至也不认为 习胖就是把江泽民抓起来了 中国就会好起来 是吧 今天 中国所有的利益阶层 所有的共产党员 包括前共产党员 是吧 我们经常谈到前共产党员 甚至前间谍 因为前段时间 从去年开始吧 杨恒均事件就非常出名 有人还在为他辩解 我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朋友 在帮他解释 说他 之前是中国共产党间谍 其实 没有这个概念 间谍这个行业 跟黑社会一样 进去了就是一辈子 无非就是你归属于哪一个组织而已 对吧 那么共产党员呢 在我心目中也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有组织跨国犯罪集团 我从来没有 相信过 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 可以改好 所以我 来之前就得罪了很多人 来之后得罪了更多人 我甚至当面指出过一个 号称是参与民主自由运动的人 我说你 举起左手 说你退出中国共产党 举起右手 说你加入中国民主党 在哪里呢 在北京吗 不是 在纽约 对吧 我不信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